這些能夠怎麼做 盡量就是說 你想的到的 你就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比較容易跟一些有溝通 所以我們基本上學到的就是類似這樣 基本上我的邏輯 我的寫法都是蠻簡單的 基本上都同一套 而且你只要改一改 但是前提是你要懂得加什麼 或者是減什麼 那就會做出我們要的 比如說像這一題好了 我要查的東西在這裡 那我要寫一個回圈 for i 等於3到10 然後for i 等於3到10 那所以呢我可以先把這個值呢 也許這個值叫range的h3 裡面的值可以先丟給一個變數 x 先存起來 那做什麼呢 就是for i 等於3到10 先幫我比對一下 裡面有沒有match 所以for i 等於3到10 裡面會有一幅 一幅什麼 一幅那個x等於sales的i列的a欄的資料的話 那我要做什麼呢 我要把他們的同一列喔 所以i sales i列的b欄的資料怎麼樣 放到h4 h5 h6 h5 所以後面的東西放到前面 所以特別重要 後面的東西指的是sales 所以sales要放在後面 range要放前面 那跑完就ok了 所以應該有概念啦 只是說程式上要怎麼寫 我把那個前面 我寫完寫給各位看 插入一個模組 這也沒有問題啦 另外的話我可以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也叫查詢 那因為雲端上都有啦 所以我先把它貼上好了 然後字把它放大一下 工具選項裡面的撰寫風格 字把它改成12號字 好 所以一樣喔 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叫查詢 按確定 for i 等於3到10 那這個10可以改成自動追蹤 到最下面一列 那if sales 我剛剛是有 我前面好像講義裡面 是有把這個丟給一個x 不過後來我現在又簡單 因為多了丟一個x 再把x放在這邊 感覺好像多一個 乾脆直接把這個相比對就好了 如果呢 什麼呢 其實齁 你可以這樣看 就會比較清楚 如果這個跟往下找的那個喔 相等的話 但因為現在001啦 所以直接找第一個就是了 如果兩邊一樣 那所以呢 這個跟這個一樣 的話 就寫這樣子 應該可以看得懂啦 有沒有 那只是說 有同學可能會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range h3寫前面 sales寫後面 可不可以 兩個顛倒 ok呢 其實齁 如果顛倒 也可以 因為這個 這個等號現在 並沒有 賦予的意思 現在這個等號 真的就是我們的 比較 我們想 就是兩邊有沒有match 後面的等號 就不是 比較喔 下面的等號是 把後面的東西丟到前面去喔 所以你會發現VBA裡面的等號 雖然是都一樣是等號 但是用在if的後面 就是不一樣喔 ok 所以特別注意 可能會有這個差異 因為很多同學 看不清楚 就很容易混淆 ok 好 所以呢 所以FOR IF相等 前後顛倒應該也沒關係 如果它們兩個Match的話 那我就要怎麼樣 幫我把B欄的同樣位置的東西 搬到H4、H5、H6、H7 所以要特別注意 後面的東西就是Sales B欄 搬到哪裡呢?搬到H4 所以你其實寫完一行之後 下面這幾行 其實像我之前寫這樣 就是把它用複製貼就好了 複製貼、貼、貼、改、改 有沒有 改一改就好了 應該可以提起來 所以這個部分我就不DEMO 最後的話呢 因為已經找到了 所以其實這一行 本來是沒有加的 但是呢 如果你希望讓工作效率快一點的話 因為你只會找到一個 不會找到第二個 所以你直接怎麼樣 就不要再往下找了嘛 找到了就不要再往下找了 就一直FALL就可以了 不過因為現在電腦跑太快了 你沒加這行跟有加這行 你完全感覺不出來 尤其是你的資料比數不多的時候 那更沒感 即便你資料是一百萬筆 感覺好像也感覺不出來 不過呢以後啦 反正你至少養成好習慣 我想知道說 找到了就不要再往下找了 但你忘了家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發現有些東西 真的因為電腦太快了 所以有些程式即便你沒有做 它也會 也還是跑得OK啦 但是 未來 我們資料量只會變多 不會變少 所以如果你變多的話 那這個影響就會越來越明顯了 尤其是 你可能要跨很多工作表 或者跨很多工作簿的話 那很希望說 你們最好能夠寫出一件 真的全部完成 而且不是小範圍 是大範圍 比如說你要找的資料 是可能幾百個ECEL檔 自動從頭到尾幫你找完 回來告訴你資料到底放哪裡 對不對 很多同學可能會有這種 好像之前也就有人寫信問我吧 所以有沒有辦法寫出這種 但絕對是有 可以啊 可是問題 那個絕對不是說我今天 直接跟你講結果你就會了 而是可能你要先學會 從單一個工作表 多個工作表 再到多個工作部 你才有辦法完成 那應該程式寫這樣沒有問題啦 而且好像不複雜吧 最後的話你就是再怎麼樣 做完一個查詢我講過 你就可以再產生一個對應的什麼呢 按鈕在旁邊 它叫查詢 好 OK 那我們就可以做出 我們之前做的方式 就是一鍵完成你要的查詢結果 如果 那如果你改成二號 但是它有個缺點 你變成你 點完之後 當然我們會希望說 按一下它 無單癢 一樣會帶過來 可是呢 就是 感覺 怎麼樣 在那個流程上面 就感覺好像 多了那個步驟 按一下這個按鈕 不過好像 我發現有些系統 它也是要這樣做啦 並不會好像很奇怪 只是說呢 如果最好是可以跟剛剛的做法一樣 就是說呢 當我把這個裡面的東西做改變的話 它就會自動呢 去幫我按按鈕 那我這個按鈕就不用去做 那可是問題呢 這個時候呢 你觸發的程序不一樣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概念 你就是程式撰寫 就必須要學會一個 所謂的那個工作表的事件 因為我觸發的是這個工作表的 這個儲存格 所以特別注意 你要先學會第一個 這個工作表的物件在哪裡 因為Excel裡面 它都是藉由 像我這個是把它拖拉出一個 你特別說 我剛剛把這個工作表 複製一個叫VBA 所以你會發現 在我的Excel VBA的環境裡面 會自動幫我產生一個物件 那數字不一定 可是後面刮火名稱一定會一樣 叫做工作表9 VBA 所以等一下你們看一下 那這個物件呢 就是這個工作表本身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就是當那個下拉清單 幫我裡面的資料改變的話 那特別注意 你就要學會一個叫事件驅動 什麼叫事件驅動 就是當這個工作表 特別注意 一先點選Worksheet 指的是這個工作表 它如果怎麼樣 這個是物件喔 這有點像主詞 旁邊這個的話呢 是有點像什麼情況發生 事件 英文叫event 中文的話就事件 事件的話就當它什麼 預設是selection and change selection and change 是選舉區改變 那不過特別注意 請你把它改成change change change指的是 如果這個工作表 裡面有資料被change 所以這個是主詞 這個是後面是一個事件 一個物件喔 當它被change的時候 那selection and change 這兩行呢 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刪掉了 那我要做什麼呢 第一個要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呢 這個儲存格 如果當我不是所有的儲存格 都要判斷 我是只有當儲存格H3 裡面的資料有變動的時候 我才去做什麼 做那個查詢的動作 那如果其他的不管喔 OK 所以你要做一個if的邏輯判斷 if什麼呢 if那個變動的 特別注意喔 那我怎麼知道 這個工作表哪一個被變動 你會發現喔 這個workthrough的物件 change的事件喔 它會帶一個target的物件引述 告訴你說呢 到底這個是哪一個變更 所以target的物件 所以你可以拿什麼呢 如果target 這個物件裡面有一個點什麼呢 點address AD address這個 你打個A 向下找就可以 address指的是它的位置 如果等於 h3的話 所以你告訴他說 h3 而且是要 絕對位置 所以加上前的符號 指的是 那個位置喔 then 然後才去做 andif 如果其他的 有改變的話 那我不管 所以特別注意喔 它會用什麼target的address 告訴你 是不是這個改變 如果是的話呢 那我就去做 按下查詢的那個動作 按下查詢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在這邊寫一個 什麼呢 查詢對不對 那當然我不需要把程式全部貼過去啊 我前面好像有講過喔 你可以怎麼 寫一個叫什麼 call 還記得吧 call什麼呢 call查詢就好了 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我應該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所以這邊的話 特別注意喔 如果以後 你工作上面是希望 哪一個儲存格 如果改變的話 就自動幫你按按鈕 有這種需求 你需要學會 事件驅動 事件驅動就是 找到你的工作表物件 他的物件 當 後面這個叫change 當他改變的事件 那你就是做邏輯判斷 如果他是h3的話 如果這兩個是match的話 那我才去call查詢 程式寫完了 那其實你會發現程式不多啦 而且應該不難記啊 只是說呢 你要去理解那個邏輯 如果你理解了啦 以後就順著那個邏輯 所以有些東西啊 我都不背了 我都是去理解他 理解之後的話 其實大概就差不多 剩下來就是怎樣 如果你怕忘記 可能雲端啦 像我雲端 雲端的那個白板 或者你可以自己做自己雲端板 或者你是做講義也可以 以後的話 反正他再來就經常使用它 如果你經常用 你可以發現很快 你這個也不用背了 眼睛閉起來都會做了 對 OK 所以很多工程師 你會想說 哇那工程師怎麼這麼厲害 一直動 欸做好了 非要他每天都在做的啊 OK所以如果你叫他做別的 他不見那麼快 但是如果叫他做他每天做的事情 他絕對是快 所以什麼叫技能啊 技能到底很簡單 就是我比你熟嘛 我熟 我做了已經超過千遍了 像我這個課已經上了不知道幾遍了 百遍 可能千遍都有了 而且我程式也 這個程式寫了20年 我跟他相看兩個頁 已經超過20年的時間 所以你說我真的不熟嘛 怎麼可能不熟 對不對 那我只是說我整理出一套 因為以前喔 雖然自己寫自己知道就好了 但是你要把自己知道 變成別人也可以很容易知道 這件事情其實真的不容易 所以有的時候 你會外面買書回來看喔 為什麼看不懂 因為他會把自己的經驗寫成書 那是他自己的經驗 不代表你看得懂 對不對 所以呢 像我們教學還要考慮一點 就是我除了說呢 我要自己懂之外 我還要想你們能不能很容易懂 除了你們很容易懂之外 很不容易 能不能很容易記啦 還有呢 能不能記下來之外 還能不能用得出來 好 所以基本上我都盡量寫得很簡單喔 程式沒幾行嘛 都教過 只是說你要把這個熟練 好做完了對不對 再來我們就是 試試看就知道了 當你做完之後的話 一 這個東西可以怎麼樣 把它刪掉了 我有時候用減價也可以啦 ok 二的話呢 你demo一下看看 如果你點他 他有work的話 那恭喜你 有沒有 ok 但這個地方的話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以後 常用的地方就是說 你希望 當你填資料的時候 自動帶出其他欄位 像我們是自動帶出下面的 如果以後你是自動帶出橫向的 其實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自動帶出其他欄位 這樣的好處就是 其他如果人家填資料的話 就不用填那麼多 直接用它的編號 自動帶出其他資料就ok了 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主要的重點 一 把那個剛剛的VBA先做完 所以插入一個模組裡面有個查詢 做邏輯判斷 這很簡單吧 ok 而且前面都講過了 只要知道這個等號跟下面等號 是不一樣的 第二的話就是 物件裡面的change 試一下 換面先還給各位 盡量你用理解之後 再來就是熟練它 就是多做啦 然後呢就想想看 你工作裡面有沒有其他地方 也有這樣的需要 下拉一下自動帶出其他資料 ok 那當然如果你其他地方也可以做得出來 那其實我想慢慢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還蠻好用的 很多地方其實都可以這樣用啦 還要這樣 有market 好 也要這樣 就是 我們